Hello 大家好 我是嘉儀 今天來到 Mother Care 跟大家分享 如何選擇一部合適自己的BB車 快點進來吧 其實選BB車最重要是選擇一部適合自己的生活風格 例如你喜歡在城市走動多些 或去野外活動多些 都會有不同的選擇 不如我現在和大家選幾部來介紹一下 第一部是這一部 然後再和大家介紹Stokie這部 Duna這部 推一下BB車先 撕上第二部車 好 都推完這部了 出發 向後推 輕輕一點 好 說到生活習慣 如果你的家人喜歡經常出街 野外 霹靂 絕對是要選這一部 因為這一部的輪子比較大 所以無論你去到草地 雪地 其實都很輕易被你推倒 加上輪子大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避震程度會更加好 變成你去到草地 去到沙地的時候特別凹 BB都不會那麼容易受影響 分分鐘還睡得更加舒服 還有它也有一個 都算是比較大的 Cover 變成可以幫BB遮風擋雨 然後它這個Handle 整個BB車都比較高 變成沒有那麼容易吃到層 它們就會很舒服 在BB車裡休息 如果你是喜歡City Life的 那就絕對要選這一部 因為這一部真的比較小 在香港地方窄 我們去到餐廳 其實都想放BB車在自己的桌子旁 不會阻礙到人 這一部就會比較大 這一部就會比較適合 加上這一部其實是可以入閘的 所以你推著它 就不用穿插很多地方 去找比較大的有行李入閘的區域 這部小車有小的好處 但是它的輪子都比較小 輪子小的不好處就是 譬如你坐地鐵的話 你們過的那個請密靠近幕門 那時候 要小心輪子掉到那個Gap 這就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件事 如果你自己是開車的話 其實這一部是挺方便的 都比較City Life的Stroller 因為它這部車很方便 它是很簡單就可以把它變成Car Seat 由Car Seat直接變成Stroller 不需要好像這兩部一樣 是拆那個東西出來 放在車上 這個是直接 你可能摺上這個Handle Bar 就可以放在車上 所以這一個都是建議 給喜歡City Life的朋友 好了 第二個選擇BB車的Criteria 就是要看用家用得舒不舒服 那我由這部講起先 這部我自己都是真實用家 我覺得推得會舒服 因為它比較高身 變成媽媽或者高一點的爸爸 都不需要摺低身去推這部BB車 加上它有一個特別的Feature 看到這裡有一個按鈕 就可以把這個Handle Bar 調高調低 按照自己的高度去調調 而且因為這部車比較大 輪流比較大 所以它的避震效果非常好 推的時候都會比較平穩 好了 這一部其實用家都會覺得容易推 因為它這個Handle有一個不錯的Cushion 拿起來很有手感 加上它是圓圓的 可能有些人不喜歡這部要這樣拿 手可能會用屈住手腕 這部斜斜的 所以推的時候都會舒服 但是輪圓比較小 所以可能沒有那麼平穩 當然這部用家很適合女士 因為會比較輕身 變成如果我們真的收車仔 或者要揹著它 或者擺上的士 我們女性都會容易操縱 操控到 反而這部大一點 我很少自己把它摺起來 一定會找老公幫忙 講到用家舒適度 這一部就未必適合很高的人士 因為它的車身真的是最低的一部 但這部有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一步把整部車連BB 放進你自己駕駛的車上 因為這兩部的car seat都要拆出來 然後車架都是兩個piece 來放在車上 但這個不用了 這個一個step就完成了 連BB也不用動 看看如何收這部車 首先就是反低這個bar 摺起椅子 看到這個按鈕嗎 按一按它 拉拉拉 這樣就可以摺起這個車 嗯 確實是挺重的 好了 再示範一下如何收這部車 首先兩隻手指甲 按這個按鈕 然後反了這個下來 一聲之後 就可以抱起你寶貝的BB 但這個錯誤示範 它沒有安全帶 抱起它之後就射它一口 然後後面這裡 有一個按鈕 你只要按紅色的按鈕 按了它 然後有條鐵 這樣就完成了 可以上飛機了 摺這部車子也很簡單 只要按這個按鈕 縮短這個bar 然後把這個bar變成垂直的position 然後後面這裡有個按鈕 輕輕按一下 然後頂住這個洞 把車子向前 摺到clark一聲 即是變成car seat 到時它可以放在你自己的車上 摺到安全帶 這樣就可以開走了 另外選擇BB車 重要的東西 當然要顧及BB 真實用家的舒適度 其實這三步我都覺得它舒適 BB都應該會喜歡 先看看這一步 首先打開給大家看 BB其實是很喜歡被人包著的感覺 所以如果它坐著這個car seat 其實應該是會被媽媽抱著的感覺 我覺得它會舒服 當然它是BB的時候 又用了這個cushion 會變軟身一點 但我女兒現在是六個月 我已經沒有用了 反而我覺得 沒有了這個cushion 其實會減低了舒適度 因為我覺得它這裡 是比較硬一點 比起其他的car seat 所以這個 你自己到時去摸一下 看看它硬不硬 如果你不喜歡它坐car seat 不喜歡斜斜的這個 其實這個 可以自行配一個baby quad 它就可以躺在這裡 躺在這裡 躺在這裡就會最舒服 好了 輪到這一部 這部一定會很舒服 因為BB絕對可以整個人平躺在這裡 還有一個皮套 裡面的cushion很軟身 所以BB一定喜歡 這部車其實也可以換一個car seat 如果你想有包著的感覺 這個就是個人喜好 看看你自己有沒有開車 輪到這一部的BB舒適度 這部 事關用家真的很方便 所以就作了少少取捨 因為這個它是有cushion 但因為它永遠都是斜睡 只有一個setting 變成可能BB 在車上又不斷睡 出到街又不斷睡 不能做平睡的效果 可能它就會不太舒服 下一個point 就是看看BB車擺得多不多 這個point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是要照顧BB 你絕對不想過那個moment 是要一蹭二能的 所以這一部 不得了 你看它下面 多少位置 無論你購物多少 去買菜 全部東西都可以放在下面 加上它車身大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 它放了很多重東西進去之後 車變得搖搖擺擺 不安全 是絕對安全的 所以大車雖然是重大 但是大車有這方面好 這個其實都很self-explanatory 它是有得放東西的 但是當然是小一點 所以可以配合這個媽媽袋 其實就是勾在這裡 就可以絕對放到很多東西 雖然是放得多東西 但是大家都要注重安全 因為你如果真的放得很進取 很重很重的東西 自然車就會容易 可能太重的東西在這裡 容易的車會變成這樣反車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這架就很可惜了 它是很方便 但是完全放不到東西的 但是都不是end of the world 你可以放兩個勾在這裡 或者放一個BB袋在這裡 然後就可以放一些飲品 或者一些輕身的東西 到說一下內容的程度 這兩部其實都會比較內容 因為隨著BB的磅數增長 和它的年齡 它們也可以transform 好像這個 這個car seat 其實可以給BB用到13kg 之後就可以自行配合 用原本的座椅 那座椅可以去到三四歲都可以 其實這一部的內容程度都很好 因為零至到六個月 就可以配合Live app position的Stroller 這個部分 但是六個月以上 你就要用原本買回來的座椅 所以其實一直都可以用到BB是三四歲 當然看看BB又要多重 這個很方便 但是只可以去到一歲左右 因為它是用到13kg 那就不會再適合了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我自己會用 我就會配合這個 因為當我小女兒大一點時候 她就可以坐前面 大女兒就可以坐後面 那我就不用推兩架BB車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輪到說一下 究竟這三部東西多少錢 好了 這一部呢 就是3280元 這一部呢 就是4100元 如果你要配合 零至到六個月的 Live app position 就多付2000元左右 然後這一部呢 就是4990元 那如果你要那個car seat 就要多付2000多元左右 還有一件事 就是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這三部BB車呢 都沒有那個扶手bar了 其實因為很多家長呢 不以為有了那個扶手bar之後呢 就已經安全 就不去戴安全帶 其實不是的 那個bar呢 是有少少安全感 可以掛一些玩具 但是絕對未代表是100%安全 好像這條bar一樣 掃掃大家先 所以大家 記得如果坐BB車 不要靠那條bar 一定要戴一個5 point的安全帶 那才是最安全的 Have a safe Strolling 拜拜